我就說那個民進黨不要那麼緊張嘛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不是新竹而已 到底有沒有違法的問題而已 而現在討論司法有沒有雙標 如果一個行政程序經過了行政法院 確定處分了 然後認為合法合規 那麼台北市的都委會跟都法局也都認為合法合規 為什麼在新竹可以在台北不行 我想問一下我看簡書頭他現在就是質疑說 不提抗告是因為擔心記載秘密 帳策被證實 簡書培議員有很多很多的議測 我們沒有辦法針對他每個議測來做回答 我想柯主席他有自己的想法 昨天也透過律師發表的聲明說得很清楚了